Hey Siri 什麼是Dynamic? 大奶妹? Dynamic 這次的影片是要來跟大家聊聊說 我為什麼不喜歡用定交鏡 但是這裡要先打一個預防針 我不喜歡用定交鏡不代表我一定不用 其實定交鏡對我來講 定交鏡它是一個你在呈現畫面上是非常具有那個power 就是你讓畫面看起來 就是說你想要讓它的背後的模糊感看起來更順一點的話 我覺得定交鏡一定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很多人會講說其實使用定交鏡 背後你的模糊感看起來會比較有張力 但是對我來講有時候很多畫面你並不一定要 後面的那個模糊感 還是說因為它的F值比較低 所以它使用起來看起來就是感覺會比較好看一點 其實我覺得不是這一回事 這一顆鏡頭是Sony 24105的伸縮鏡 基本上這一顆是我最常使用的一顆鏡頭 不管在拍攝平面照片商品照片 還是說拍攝影像動態的 不管是紀錄片是Promotion影片 我基本上我都很常用到24105的這一顆鏡頭 可能有人會說24105這顆鏡頭它的F值並沒有那麼高 你為什麼會喜歡這一顆鏡頭 但是呢伸縮鏡它在使用度的方便度來講 我覺得是動態攝影裡面最好用的鏡頭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在拍電影的公司啊 基本上他們在拍影片啊 是很少在用定膠鏡 據我所知是這樣子 我目前我參與過一些拍攝 他們基本上都是用伸縮鏡頭 我不知道我講的有沒有錯 但是基本上我記得是這樣子 所以在我的世界裡 我覺得定膠鏡真的是可有可無啦 我後來我發現我買了一堆定膠鏡 我都沒有去使用它們 甚至就是放著 後來我就打算全部都賣掉 賣比較好的一個伸縮鏡 來輔助我的拍攝作業 像目前我就只保留兩顆啊 就是24105的跟這顆1635GN Master的 可能我還要再加過一顆2870GN 來做我的主鏡頭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漸漸發現 你如果說你在做一些拍攝作業 你發現你不喜歡用這個器材的時候啊 盡可能就是可以把它賣掉 因為有時候你放著也是放著 因為它放著之後也是會折舊 所以我都很鼓勵 在做這方面的工作的朋友 你如果說你覺得你這個東西 用不順手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把它拋售 或是說去做更多友善的利用 其實不喜歡定膠鏡啊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啊 就是說因為我現在人在北海道 我在做拍攝的時候 基本上很多時候都是在戶外 所以我在戶外的時候 光線照在白雪上面 它是刺眼到不行 真的是你眼睛睜不開的那個程度 你用了Filter之後啊 一樣你的F值要開到很低很低 所以你的畫面才不會過曝 對我來講 比如說50mm的F值1.2那顆啊 我後來覺得說 我根本就是沒有必要去買到這一顆定膠鏡 後來我真的就是把它拋售 F值很大 對於拍攝來講 是根本沒有任何幫助的 你也不能說完全是沒有用啦 對於在北海道的我好像目前來講 我沒有辦法去接受有那種過曝的情況 這顆鏡頭 雖然它的F值只有4 真的是非常的夠用 1635 GM F1 2.8的鏡頭 也是非常夠用的 你在看了我這一集的影片 你會知道說你如果說做越多拍攝之後 你會越來越明白你需要怎樣的器材 所以我會很鼓勵大家不要因為器材而去買器材 而是因為需要去買器材 感謝你收看這次的影片 我是Tomo 如果說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順便Follow一下我的IG 然後底下連結你隨便按 我們會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見 拜拜 F-S3的對焦速度有沒有看到嗎 超級快